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改版周的九桶连招更多了 尤其是最近比较火的几何桶 那本期小处就会详细讲解几何桶 让大家一学就会 不仅如此 还教大家九桶很多大家不知道的技巧和高王连招 大家可以看一下目录 有什么隐形桶 大招击飞定律 勾股几何桶 合体桶 三四 一闪 关束桶 W 技巧 迷惑桶 回旋 爆炸桶 是不是听起来都非常非常专逼呢 那好 话不多说 先放几段几何桶啊 过过瘾 喷 我也是 有什么 字幕本想 金巴金巴を死の地に帰る これじゃ行くぞ海の海 引擎筒 小叔呢给大家来个比较简单又非常神秘的技巧 应该知道人比较少 我先卖个关子给大家看几个镜头 大家来猜一下这个敌方宝石 这个死鸡老师怎么死的 我这边录制的是宝石的视角 当他残血状态的时候走过一道墙 他就莫名其妙就受到伤害了 根本不知道这个伤害是来自哪里 而是直接一个法术暴击之后就被炸死了 你说踩到其他什么英雄的隐形夹子 或者踢幕的蘑菇 还知道踩到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伤害呢是根本没有动画特效的 是不是非常的诡异了 因为做的是九头嘛 那大家应该是有点概念的 没有错就是把这个Q卡到墙里 我想很多的玩家都知道 九头的Q在丢进草丛后 敌人在没有视野的情况下 是看不见Q的存在和Q的动画的 那这本身就是英雄牛门里面 草丛隐藏大部分技能的机制 但是很少有玩家知道 这个地图上的墙也能隐藏技能 而这个卡墙Q呢 即使是在敌方拥有视野的情况下 敌方是依然看不见的 因为英雄牛门里面的视野机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即使在这个地方插了一个眼睛 地图上的墙壁是不会被提供视野的 会被阻拦住这个视野的扩散 所以你在众目睽睽下 依然可以隐藏你的Q技能 敌方根本是不晓得哪里有埋伏 只会大摇大摆的走上去 然后莫名其妙被炸了个痛快 那么在领悟这个技巧之后 大家可以利用起来 在实战里呢 尤其是小龙处还有大龙处 丢在一些墙壁点上 当你们在里面打了 敌人想过来骚扰你们 经过这个桶的时候 一爆开这个桶啊 它是看不见的 可以直接先发制人 打个敌人措手不及 好那在学几何董之前呢 先要说个事情 就是我们布姆定情学院第七班要开始了 相信看过这么多期 学院的小伙伴们应该略知一了 这也就是小树和布姆这两年的心血 为了达到良好的定情氛围 所做的定情学校 我们这里有了一整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啊 总之呢 我们的理念是拒绝带练啊 真正的自我提升 才是玩游戏的乐趣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看一段详细的介绍 就知道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司马 大家好 我是苦笑 大家好 我是Yuki 大家好 我是牛们 布姆电竞学院第七期招生 现在开始了 所有英雄 所有未知 最详细的教学 基础课 进阶课 英雄课 复盘课 国服第一分享课 五种课程 让你一个月冲上白金 还有一对一 学院联赛 线下聚会 生死局辅助 那学院专属网站的 五种服务课程 现在报名呢 就可以享受以上所有的课程 并且呢 我们承诺永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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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加入屏幕上的QQ群吧 好的 想学集合同呢 必须先了解啊 九种大招的定律 首先呢 是击飞距离的问题 九种的大招啊 当你在使用 非快捷师法的时候 你点开 会看见一个圆形的技能磁器 这个圆形的东西呢 每个角落都影响着他 将敌人击飞的这个距离 我把它分为三个区域啊 外围圈 三角圈 中心点 我这边给大家演示有三种画面啊 标出了目标炸飞的这个弱点 反正就是 敌人离这个中心点越近 就会被炸的越远 所以在炸敌人的时候 就要考虑 你鼠标离敌方的近远问题 这样才能保证 你把敌人啊 炸到你想炸飞的距离上 中心点呢 就是把敌人炸的最远嘛 我说了啊 但是呢 也是最容易角度弄偏的啊 因为他的点跟人重合之后呢 就会把敌人炸的 不知道哪里去啊 很难去判断这个点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这个角度问题的啊 这个大招的角度啊 简单的来说吧 就是你大招丢在敌人身后 敌人就往你这边飞 你大招丢在敌人面前 敌人就往远处飞 而其实呢 九筒这个大招在判断的时候 是在你鼠标 在目标身上的角度 去判断这个飞行角度的 就是把敌人想炸到 这个顺时针零度的时候呢 就得把鼠标 移动到目标身上的180度处 这样你才可以把敌人 炸到这个零度的方向去啊 意思就是啊 当一个目标出现在你眼前啊 他身上有一个 不满角度点的圆形判断区 你必须利用你的鼠标点 去控制这个R 才可以让你的这个敌人啊 飞到你想要的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练会啊 如何用R控制角度 那么角度那么多啊 没必要全部练啊 只要练几个关键角度就行了啊 一种是不同方向 不同角度 两个人保持对角练习啊 这个是为了在游戏实战里 当你和敌人 出现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 保证90以上的几率 把敌人炸回来啊 大家一旦大招好了 就让你的对联机哦 站在原地不动 你以顺时针的方向 出现在零度 45度 90度 135度 180度 225度 270度 310度上 然后对准敌人身后点 丢出大招 在每个角度练习的时候 都要保证能把敌人直线的炸回来啊 慢慢的啊 就能提升你对这个鼠标点的选择 还有这个角度的控制 第二个步骤就是 你人站在远处啊 但这次呢 你的人就不要再动了 只要你的鼠标再动就好了 把这个鼠标拉到敌人头上的这个零度啊 身边的这45度 90度 然后135度 180度 225度 270度 310度 这个方向啊 去丢大招 就是根据你想要的方向去炸敌啊 它是反向的啊 那么就代表成功了 这样的练习可以保证你之后在啊 使用几何筒的时候啊 很好的让目标啊 炸到你事先放好的Q上 那么铺垫完大招的击飞机之后 就开始正式的几何筒教学了 几何筒要做的就是 将敌人变成一个桶啊 就有点类似这个杰放出影子之后啊 他再放Q的效果啊 大家能明白我这种意思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画面镜头就知道了啊 杰在放出影子之后 他的放Q啊 最终的那个交叉点啊 就是你几何筒要寻找的那个击飞爆炸点 你在算角度的时候 就要有这种观念啊 当你和敌人面对面的时候 你先往你前方这个45度啊 丢出一个Q技能 然后这时候利用我前面教的大招角度问题 你的鼠标必须停留在目标身上130度的啊 位置上 就会形成一个几何筒的共同爆炸点 然后再使用大招 这样就可以将敌人轻松击飞到你的Q上 完成几何筒 还有一种判断方式就是啊 以你丢出去的Q为算点 假设你的目标出现在你的Q技能的90度啊方向 这时候你的R呢 必须往这个90度方向跟过去 必须将你的鼠标指示器移动到啊 目标身上90度丢了个R了 这样呢 你这个R就可以轻松的将敌人炸飞到你的Q上 完成几何筒 那么几何筒也分三种啊 有简单的几何筒 QRE 这种呢 在实战里比较好打出啊 在对线或者干凯的时候 先放一个筒在附近 然后根据我前面教的算好角度 一个错不及翻的R 把敌人炸飞到你的Q上 然后再E上去赚人 冲赚几何筒 QER 这种是利用击晕敌人之后 把敌人炸到你的Q上 相对比较准啊 同样是先放一个Q 然后用E赚到敌人 把敌人赚晕 这种几何筒的好处就是在于 给予的计算时间会更多啊 那找到这个R的事发点之后呢 就可以把敌人炸到你的Q上了 勾股几何筒啊 EQR 讲到你呢 是跟冲赚几何筒一样的 但是这个操作比较属于自信型啊 在还没R到敌人之前就已经算好敌人 会飞到哪个弱点上了 比较难打出 操作为EQ啊 就是在这个E的过程中先丢出一个桶 这个Q呢 可以根据情况不同啊 出现在侧边或者原地 接着呢 赚到敌人之后 立刻一个R 把敌人炸飞到一开始就算对的Q上啊 完成帅气装逼的勾股几何筒 那么讲的这么多都是理论知识啊 大家还是要去实战里练习 不然不能轻易掌握这个几何筒 那练习的办法自然是去开自定义的 但是呢 有分难度的 不过最近正好出了无线火力模式 所以技能吸力都非常快 可以为你省去很多啊 技能吸力等待时间 所以大家抓紧练习了啊 当然我知道你们只会抓紧时间 玩这个无线火力模式哦 啊 毕竟只有几天 那好 首先可以对静态的目标进行练习 啊 例如大型的野怪 成功几次之后呢 就可以找这个移动型的河道谢练习了 那么在日这个几遍河道谢之后 感觉自己几何筒有所提升呢 那么就可以到线上选择啊 去打人机了 就是去找这个人机练习啊 啊 练习这个几何筒 因为人机还是会走位的啊 然后也会乱动 加大了这个练习的难度 然后我们反正就是练个一到两盘之后呢 相信你对几何筒基本是就可以掌握了 当然那只是人机里的掌握 最终呢 还是要去实战里练习的啊 就比如匹配啊 那稳一点就是练完之后 再去排位里 展示你这个装逼如风的几何筒 核体筒三式 第一式啊 为QE二连 主要是让酒筒那个胖大的身躯 和肚子遮住自己滚动的酒筒啊 然后去炸敌人啊 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就是你Q和E啊 连接的速度要快 不过这个技巧的细节就是你的Q一定要预判啊 啊 Q往敌人身后一点示范 这样你在一到敌人之后呢 可以让你的Q啊 处于这个啊 Q的中心点 让你的Q有更多的预养时间 不然你的Q和E处于同个示范点的话 就很容易把敌人撞出Q的范围 第二式就是反过来操作嘛 啊 先E再Q 这个操作可以稍微提升啊 酒筒Q的施法距离 在E的过程中可以先示范一个Q技能 可以取消掉Q的很多多余时间 但是如果等你啊 E赚到人之后呢 啊 或者到终点之后再Q 则是不会取消Q的多余施法动作 那这招在实战里呢 可以这个来做二连 也可以抛弃啊 E的击晕 用来赶路 然后减速远处的敌人 如果是面对面的EQ二连啊 则是需要掌握好你每次Q的施法点 还是要往您身后一点 扔啊 跟Q一道理一样啊 讲究的就是这个Q啊 整个覆盖目标的中心点 提高Q的运量时间 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啊 如果是其他角度的EQ二连 讲究的操作则是你鼠标的移动速度的 大家可以看我鼠标的位置和E 还有Q的方向 比如我这里啊 这个方向的Q啊 先往反方向E过去 然后在E的过程中 鼠标立刻拉回身后啊 往远处的目标上丢一个Q技能 这样一个反向筒啊 就扔出去了 潇洒自信的回头 当然你可以利用各种角度啊 去使用这个Q啊 打出这个灵珠飘移的感觉 第三次为ER连招 跟EQ的操作道理是一样的 也可以是在这个E的过程中啊 直接完成丢R的施法动作 完成快速的突进丢技能啊 当然反向ER也是行的 各种角度的ER 总之看实战情况了 不过这个是必然要掌握的啊 为的是一会后面的这个爆炸连招做铺垫 一闪 一闪这个技巧 相信九桶在诞生那一刻 大家就知道了啊 操作起来并不难 主要是在用的时候观察你生前是否有小兵 不然赚小兵再闪现就很尴尬了啊 那论实战中比较有操作难度 就是当你面前有小兵遮挡的时候啊 如何在E到小兵之前就闪过去呢啊 并且撞到敌方英雄 这个就需要大家对E的时间和距离的掌握了 总之呢 我建议大家离小兵远一点啊 然后E要撞到小兵之前啊 就开启闪现 这样才能啊 撞到身后的敌人 当然E闪也有很多其他花样玩法 例如九十度一闪啊 反向一闪啊 还有敌方交出位移技能之后 你立马跟上 都是可以达到专B的效果的 WE技巧 九段开启W蓄力2.5秒之后呢 他下次攻击会有一个杂筒的动作 幅度比较大 先E再A的话 会有一个E的动作和平A抬手动作 W也会往一秒进入吸力 但是如果利用E来取消W攻击后仰呢 可以在抬手的瞬间啊 打出W和E的两段伤害 这个贴身对干的时候特别好用啊 操作细节就是 接E的节奏和按A的节奏 开启W之后 发布攻击指令 在平A抬起一桶的一瞬间 立刻按下E技能 完成这个WE技巧即可 关速桶 这个就是简单的取消Q的施法动作技巧而已 跟最后呢 关速QA道理是一样的啊 利用移动来取消自己Q的这个动作 因为Q的施法动作是蛮大嘛 所以可以通过这个在Q放出去的瞬间 鼠标立刻移动附近的小地板 来取消Q的后摇 那这个简单的小细节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 更灵活的放Q技能 回旋爆炸桶 给人的视觉效果就是 九层W啊 在砸到地上瞬间啊 砸出一个大招 把敌人砸到身后 那么根据操作手术和开R的时机呢 还会有另一种效果 就是R把敌人啊 先砸飞起来 然后敌人在空中啊 就被你W技能A了下 也依然能衔接出伤害啊 那这套操作的难点 就在于你的手术和对技能的连招熟练度了 前期ER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只需要记住 在用这招之前先开启W 然后一个E过去接R 那这个R呢 一定要往敌方身后一点位置放啊 之后呢 你一个A下去了瞬间 敌人就被R到你身后了 那这套连招操作细节 为你鼠标啊 瞬间移动和接R的精准度 那连招的核心意义 还是要把敌人照到身后的 那么仿佛的练习才能让你啊 实战里次次成功啊 把敌人炸回身后 当你熟练掌握这招之后 就可以加入这个闪现啊 闪现配合这招呢 成功率和帅气程度 还有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主要就是一闪R的使用呢 大家可以先稍微熟悉一下啊 一闪R 之后的操作一样啊 就是先开启W E过去R 闪现 然后自动接A 完成啊 回旋爆炸通 不过配合闪现是比较难的 所以在使用这个操作的时候 心里必须要默念一下操作顺序 那练到等你心里不用默念的情况下 就能打出这个闪现回旋桶的时候 就代表你在实战里啊 可以利用了 对啊 如果你的起合筒掌握得也很好 就可以使用啊 一闪回旋勾股起合筒啊 那这个是极其上面所有装逼技巧 所打出的合体技能 实战里比较难使用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老酒桶的话 还是可以去选择练习一下的 总之需要盘速的积累 还有实战里的运用经验 才能成为一个灵活又装逼的老酒桶 教学就到此结束就到此结束